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么一款产品 是2013年7月由摩西公司推出的摩西爱武 安卓移动游戏机 然后这款新机型搭配了安卓4.2系统 在硬件上配备了MTK65894核的CPU 然后可以进行1280x720的高清输出 电池毫安也达到了3500毫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款机型 然后和市面上的一般掌机构造无异 双摇杆设计四项按键 然后是L和R的搬机键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机型跟市场手机类似 然后机身脚平 电池的内置在里面 后盖就不用打开了 可以看得出来有前置摄像头 有后置摄像头 然后整体来看的话 还是一款基于手机架构制作的游戏机 然后配件方面除了机器本身而言 只有数据线跟充电器 这款机型甚至没有搭配说明书 可见安卓操作系统多么深入运心 从机器本身角度而言 可以看得出来机身上按的安全布局 然后和正常的手机无异 然后开关键跟音量键在上方 下方的话是退格键 然后是系统按键 然后搭配了四组接口 分别是电视输出 然后USB 然后耳机接口跟电池在下方 现在我们开机来看一下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摩西i5的UI界面 可以看得出来 这款机型从一般的安卓手机无异 可以安装各种应用 包括QQ微信 新浪微博等 如果说想要使用摩西i5的这种掌机功能 然后需要对下载对应的软件应用 大家直接登录类似于360手机入手 或其他的手机软件即可下载 值得注意的是 只有在游戏后面有摇杆图标的 才是支持摩西i5的这么功能的一款软件 咱们现在进入疾风永远转这款游戏来测试一下 玩家可像一般的操作安卓手机一样 通过触摸屏操作游戏 也可以通过游戏专门配备的摇杆进行游戏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整个游戏可以如一般的掌机一样 然后进行操作 然后按键是通过自动映射映射好的 摩西i5另外一个非常出名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进行720P的高清輸出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本款机型 G-Miko HDMI线 在一款70吋电视上进行的游戏画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格斗游戏《急风永远转》 在大屏幕上展现的效果非常良好 高速的战斗感 然后非常绚丽的光影 然后整体的战斗风格非常的快速 大家可以看出 《急风永远转》这款游戏 在大屏幕上的表现非常强烈 高速的战斗风格 然后非常华丽的技能特效 然后技能与技能之间的衔接也非常流畅 然后可以打出非常高的连接数 对于动作游戏来讲的话 终于华丽一些 《急风永远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